就指的是这个工作表里面全部的储存格 点clear contents 或clear也可以 全部清掉 然后二的话就是什么 从web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网址 这边按确定 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JavaScript有错误 把它贴上 应该是这个 刚刚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把它复制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 然后按个到 记得 它这个从web 特别注意 它主要是抓你这个网页里面的所谓的table table就表格 所以特别注意 它里面只能抓那个表格 所以到之后的话 里面有个表格 就是我们要的那个表格 那个表格你把它打勾 然后费入之后的话 然后就按A1 然后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你先彩排一下 彩排完之后呢 录制完聚集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去把它弄一下 那我最后把那个最后弄完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录制的时候 好像会多一行 好像会产生错误 所以录完之后的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 里面的话 就是中间这一段 那我在前面跟后面又补了几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第一个 一 我先删除这里面的所有资料 然后再把它下载下来 不过特别注意 你们在录完之后 它会多一个什么comment type的样子 有一行会内有bug 那一行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再来后面的话就是 再删掉哪些东西呢 删掉上面这两列 OK 所以两列 所以Rose 1跟2Delete 那A栏 你会留下A栏隐藏的吗 把A栏Delete 所以Colens A栏Delete 最后的话 A栏到L栏 帮我自动调整栏宽 就AutoFit 之前讲过 最后贴心一点 把游标帮我放在A1 那在这一行不行 没关系 只是如果我觉得 这种使用者经验比较好 游标在那里 不然的话他会乱跑 OK 好 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 录制好 所以录完之后 他会录这个Wiz到Wiz这个 其实这个里面的程式 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删掉 像这些参数 其实我印象中 应该这些都可以砍 应该这边好像有一个叫Formating要 其他都不用 印象中好像这边都可以砍掉 这些都可以砍掉 其实主要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物件 叫做什么 Query Table Query就是查询的意思 Tables就是表格 意思就是什么 帮我去网页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表格 有表格的话帮我选起来 帮我汇入到那个哪里 Distination 就是A1 有没有 这个UIL就是那个网址 其他的话 其他删掉 OK 我印象中好像是Formating Formating有格式 哪一种格式 没有格式 然后refresh是真的去把它抓下来 所以其实执行到这边的话 旅客上就把 OK 然后我们来Run一下给各位看 所以我假设 所以录制聚集请各位自己 把它完成 然后我把最后的结果 组行跑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假设我们现在已经都OK了 然后按F8 第一行是ClearContent 或者Clear也可以 好清掉了 第二个的话呢 去网路上给他一个网址 但这个时候呢 其实还没有抓 然后这个WebFormating 这行我不确定 好像可以3.4 然后格式就是没有 他这个WebFormating没有 没有格式意思说 下载的是只有直 OK 然后refresh 这个会卡比较久 他这时候转圈圈 其实就是真的去网路上捞 好 大概要捞一下下 画面会稍微白掉 如果你画面不想白掉的话 可能 也许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SqueedUpdating 等于False之类的吧 OK 下来了 有没有 不过这个可能会卡一下下 再来的话删掉 现在怎么变 有一列 可能你要见招拆招了 一列 那会删两列不对 这个我再看一下 删一列好了 然后再删A栏 然后再自动调到栏关 游标再放回去 OK 就没问题 所以这边好像砍掉一些东西 会变成只有一列 OK 所以这个也许你们再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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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